这个森林拍摄就是这样 就是怎么说 考验你构图美学修养的功底的时候 到了好不好 这里没有什么大堂景 你自己去找构图 但是其实风景设影 并不是说非要拍大山大河什么的 是吧 小景相对来说可能更精致 更耐看好吧 但是就是要找到一些规律 我刚才在这又发现一个很像的构图 我待会儿跟他说 我问你 我来看你 这不是好 我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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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是想跟大家详细讲一下我在山上拍摄云海的一个思路、一些想法构图、曝光等等。 但是我遇见鬼了。 2022年大选的候选人名单。 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吴将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将作为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我去,这个是什么鬼? 这个就是现场没有监听的一个现实案例教学,好不好? 不过这种确实我觉得也不能怪我了。 因为谁知道会把这个广播的声音都收进去。 但是我在现场实际上是没有广播的。 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什么广播声音收进去了? 因为当时我是用的罗德的无线的话筒卖。 我站的这个位置,这个山上是吧,正好是福林的,应该算是他们这个区吧,最高的一个山峰,一个山顶之一吧。 然后他们的福林广播电台就在我旁边大概10米,20米的位置。 然后就是这种效果。 你看我现场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讲了很久很久,摄影的也是路,但是我觉得这里全废了,好吧。 这种声音我觉得没法听。 一会儿up on了,一会儿开会了,然后怎么样是吧。 好,然后算了,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吧。 有很多同学就是经常我看,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喜欢。 常曝光 就有很多同学经常在弹幕留言 说为什么雷老师 或者大家也别叫我老师 好吧 就是雷总 好吧 雷总 我觉得或者其他怎么样都无所谓 然后就问我 说为什么我从来不常曝 我常曝过 好吧 就是我们在这里说常曝光 一般就是30秒 或者一分钟以上的这种常曝光 我常曝过 不过时间是在好像8年前还是9年前 好吧 就非常遥远了 就拍到这样照片 好 然后后来我就从来没有常曝光了 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 我觉得就是70% 80% 我觉得主要是看个人喜好 因为我确实对常曝光 不是那么感冒 好吧 这个是个人喜好问题 当然你如果喜欢无所谓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拍摄手法 好 另外还有20% 就是我觉得常曝光好像没什么挑战 对我来说 我喜欢拍难度高一点的或者怎么样 就是常曝光 就是你普通的场景 抱一分钟两分钟 可以拍出相对来说 比较梦幻的效果 这个就比较简单 好然后另外呢你如果是经常去贯注一些风景摄影 打师或者高手的一些照片啊 无论是我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你会发现几乎是找不到一个是经常常曝光的 这种风景作品的 好吧 可能就是有偶尔几张吧 像我一样我也有常曝了 但是80% 90%甚至95%以上都不会常曝 这个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常曝光照片的原因 当然这个其实无所谓就像我现在说的 80%是我自己的一个喜好问题 好吧 就算如果你很喜欢常曝光 那么我觉得也无所谓 是吗 你按照自己喜欢的一个拍摄方式方法去拍摄就OK了 不过呢今天在这里啊 我想尝试一下常曝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拍摄这种云海啊 呃我本来是想把今天在这里把云海啊拍成像水啊 就像我拍很多水 也喜欢把水拍成那种水湿状啊 云海其实也可以啊拍成那种拉湿的效果 就像水一样流动的效果啊 不过呢今天这里呢 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呃这里今天这云呢 流动速度很慢很慢啊 如果要常曝的话 我估计也拍不出那种拉湿的效果 最多就是拍成那种可能有点误狀的效果吧 不管了 反正先试一张再说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镜头 我先说 我并不是贫气财 我也没有收钱 我这个频道 也不靠贫气财收钱 贫气财 我要贫气财 那一点点钱 我可能早就喝西北风了 所以这个镜头 200确实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欢 我本来是想多拍点 出去四川这些云南 多拍点照片视频 再跟大家来详细讲一下 这个镜头 到底能不能成为我们 专业风景 摄影师 就是这种严肃的风景创作 到底能不能甚甚 但是确实因为疫情 我都快疯掉了 所以算了 我还是就在重庆 然后重庆 我也不知道 在哪拍何事 你要说重庆最有特色的 应该是夜景 城市夜景 但是你说我一个 自然摄影师 去拍城市夜景 虽然说我也拍 偶尔拍 但是我更喜欢 还是拍自然的风景 所以我也不知道去哪拍 我觉得503 仙旅3还可以 而且比较自由 人少 车可以开进去 然后自己走路去探索 这种的话就很好 其实怎么说 像我们这种拍摄 专业风景的 这种非常非常小众的领域 大家要区分开 旅游照片 旅行摄影师和风景摄影师 它是两个概念 完全不沾边的 好吧 这种非常小众 像我之前 就是早几年 特别是很喜欢拍摄 那种大山 大河 大场景 是吧 那种场景 确实我自己 也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那种场景 配上漂亮的火烧云 这些超广角 这种视觉冲击力 非常非常薄人眼球 一下就能抓住你的眼球 因为色彩丰富 场景壮观 好吧 但是呢我 就是你不能说哪个好 什么大景就好 小景就不好 或者小景就好 大景就不好 我自己两个都喜欢 好吧 反正我这个人是比较随意的 什么好看 我就怎么拍 好吧 就这样 但是呢 这种中小景的拍摄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 是更考验一个摄影师的洞察能力 好吧 就是特别是美学修养啊 构图啊 这些 你需要在非常 比如说森林杂乱无章的这个秩序当中 找到一个规律去拍摄 那么这个时候呢 28200这个镜头就非常非常胜正 好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再去找找 我待会儿来准备上山 再往前面走个 可能 这里走不了多远 可能十分钟吧 就 它有 我是发现一片 很多那种树 树干很漂亮 树根树干 我上次也拍过 这次我再准备去拍 好好找找构图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8200这个镜头 到底怎么说呢 它能不能胜任我们专业风景摄影师 这种严苛的 好吧 这种叫叫叫什么 严肃的创作 好吧 OK 好 整整一下午 好吧 一下午 这一大片森林 好吧 就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这个是我去年底吧 去年底回国过后 我个人觉得 拍了最惊心的一次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虽然说回国吧 也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呢 就有些人很多呀 或者很嘈杂呀 就没有那种环境 好吧 但是在这里 好吧 这个森林里边 就是给我一种 找回了那种 想创作的欲望 好吧 激发起我创作的欲望 而且这一片森林 拍拍森林 拍拍树根 这片树根 这些确实树干 好吧 确实非常非常棒 这里环境 真的是非常安静 我在这里拍了很久 找各种构图 好吧 各种尝试 这个镜头 28200 非常喜欢这个镜头画质 还有这种创作的构图时的一种灵活 真的是太爽了 然后这种森林呢 就是国内吧 其实你只要稍微搜一下 应该都有 很多地方都有吧 特别是南方 然后我这里是在503国家公园 重庆的朋友可以来 好吧 四川那边的朋友 成都的可以去那个 有一个叫中 中坝还是中卫 什么森林 那个我也去过 那个森林也可以 也可以 好吧 反正其他地方 你稍微搜一下 这种森林应该比较普遍 不是什么很奇特的地方 好吧 OK 然后我接着拍 接着找构图 好 我现在回到室内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镜头 就是焦段 28到200 然后最难得的 就是它248有2.8的光圈 虽然说只有一点点到 大概31、32就变成3.2了 但是这28、2.8的光圈 有的时候可以救命 好吧 就像你在野外徒步 然后突然想起 想拍星空了 2.8的光圈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8的焦段 虽然说拍星空 我觉得不是那么广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 三张或者四张 这样拼接的方式 来完成一张超广角的 一张星空照片 OK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8-200 到底它的锐度 会怎么样 就是来一个横向的对比 我和佳能的用R5的相机 然后24105的镜头来对比 好吧 刚才我是跟大家简单的 一个横向对比 在这种分辨率测试图上 这次镜头的锐度 说实话 我非常震惊好吧 它完全超过了 佳能的RF24105 索尼的24105的话 我也有对比过 但是现在呢 因为那只镜头 没有在我这里 就没有办法拍 我之前是有大概对比过 也会比索尼的24105 锐度会 也差不多吧 跟佳能这个RF24105 表现差不多 好吧 但是呢 这只镜头啊 一个镜头 你要看它好坏 也不是说光看这种分辨率 锐度边缘 中心是吧 就是这只镜头 它相比 比如说我们24105 这种镜头啊 特别是佳能拉致吧 今天佳能拉致 我用的时间比较长 索尼拉致呢 我就是偶尔有时候用一下而已 好 然后相比了就是 虽然说它的锐度会好一点啊 但是它在抗炫光 就是我们大场景拍摄 逆光的时候 抗炫光那个鬼影的一个 这方面呢 会相比来说差一些 至于纸边这些呢 我觉得都差不多 而且纸边吧 反正后期一键 就可以给它修复回来 是吧 最后呢 我来几句话 总结一下这只镜头啊 这只镜头 我觉得是对于 很多摄影的爱好者来说 是一个革命性的镜头 好吧 虽然说你看上去 它是狗头是吧 而且价格非常低廉 4000多块钱就能买到 但是它的锐度表现 确实是很好 好 然后呢 就是这种28200嘛 在市外在户外的话 这种给你提供 很大的这种构图的 一个灵活空间 也就是可以让你省去 很多其他的镜头 背在身上 这样的话 你户外去徒步 这些就很好 然后这个镜头 有一个小问题啊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遇见 但是我有身边 有一些朋友吧 他们有跟我提说 就是它是外边交码 时间用久了 说比如说这样固定 然后它会自己往下掉 当然呢 我现在没有遇到 但是以后我不知道啊 好吧 因为这个镜头我用了差不多三个月 三个月了 还是 然后使用频率也挺高 好的 这次镜头呢 它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同学啊 就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拍摄旅行啊 风景啊 什么什么 反正摄影领域比较多 那么这次镜头非常非常好 绝对可以替代 24105这个镜头 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说你拍商业的是吧 什么活动的摄影师 那我觉得这次镜头还是不是太适合 因为毕竟它的光圈啊 就是不够大还是 但是呢 有一个你我提前预告一下 好吧 提前啊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腾龙马上要发布的35毫米到150毫米F2到2.8的那个镜头 那个镜头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到时候再说好吧 OK 然后 这次镜头我会在接下来很长的时间吧 应该都会 当作我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拍摄的一个镜头来使用 我确实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镜头 OK 然后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是吧 也可以订阅一下 关注一下是吧 讲摄影的偶尔来讲讲摄像是吧 OK 然后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